抗着住房正义的大旗 在吵得火热的美国总统大选当中 房产问题成为焦点 彼此现任总统拜登对于房产的严格管制 外界认为贺锦丽如果上任 做法将会有明显的转变 他们在某种程度上 可能会有明显的规定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 除了要藉由减少移民 降低房产需求量 并且同样提出要松绑不必要的监管 目前美国缺房的情况有多严重 尽管到7月底已经有150万户新房落成 但还是赶不上房产市场的需求 通膨加上升息的压力 更是让房产市场出现跟以往不同的变化 房产市场出现 需求的集中也让大部分的房产市场 都落入特定开发商的投资范围 我们看到市场出现 新房产市场出现 如今的10建筑市场出现 今的10建筑市场出现 近10建筑市场出现 80%市场出现 这就让它很难 为任何新建筑市场出现 得到一个富翁 第10建筑市场出现 10%市场出现 今天三年之后 第10建筑市场出现 10%市场出现 Horton出现 15%市场出现 也因此拜登政府开始 祭出严格的法规 来减少部分房产公司独大 但缺乏市场竞争 也成为住房短缺的 重要原因 The average builder When I started in the early 90s would tell the consumer that they would deliver the house in 40 or 50 days Over the course of my career in the last 30 years that went from weeks to months So it's incredibly unusual that you have an industry where you have negative productivity essentially where it's getting longer versus shorter To be honest it's not like the house is super more efficient or more tech friendly than it would have been before 包括人力跟金流 还有法规等各项问题 都是造成美国缺房的幕后推手 两位总统候选人 虽然都积极表态 在包括法规 还有首购组买房补贴上 都会提供一定的帮助 但专家认为 十几年来导致的缺房问题 很难在短时间解决 住房争议恐怕也只是沦为 竞选时的空头支票 TV新闻综合报道 不见战 未经许可,愿者 杨栋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